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 我是阮木华 最近台股让大家挺开心的 美国现在目前进入到感恩节到圣诞节的这个长假 就俗称的这个美国人的过年 在这段时间外资的交易 过往的记录是会比较清淡一点 因为毕竟老美都回去放假了 不过如果说台股有这个特殊行情 你也不要小看外资 有可能会在这段时间会有大动作 所以我们后面还是要紧盯这个法人的动态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台股再收出了一根红K棒 已经是连四红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红K棒 都可以线上面带了一个有点壁了一针的味道 有点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影线 因为毕竟在本周台股最高来到了17421 已经直抵前波高点7月31号 今年的最高指数17463 只有差42点就要创新高 但就在要创新高的同时你可以看到 这个外资开始收手 也就是说外资在连续 7天的这个买超之后 他开始转收变成是卖超了 那收手之外呢他的期货 也转成是进空单流仓部位 所以期限货同步都有开始在 获利了结的一个情况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台币 这个连续的大升之后呢 居然是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贬 其实这些都好像是完全配套配好的一个状况 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台股来到了今年高点附近 确实是会有一些压力 不过呢关前震荡整理 我个人倒认为是蛮正常 因为毕竟周K线连四红 这是非常强力的行情 你看到日K线加权指数连七红 这是今年第一次见到之后 一根黑K再连七红 这个行情真的是猛到不行 甚至贵买 在本周创下连九红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行情呢 当然告诉我们现在目前的多头期望 是绝对无庸置疑的 那继续往上挺进的可能性也大过 比较明显压回的可能性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总体经济面上面 看起来倒不会是一路顺丰 股票市场永远都是涨涨跌跌跌跌倒倒的 所以你也不要一味的乐观 但是跌下去就像是今年跌到16,000 如果是太过悲观 把手上的股票全数清光 甚至放空的人 恐怕现在目前呢 又要开始思考我怎么样 追上这一波行情了对不对 所以股市我们还是中长线与平长线看待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着重我们的操作策略 当然在宏观经济的观察部分 首先要跟大家谈到这个非常重要 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 资商局啊 或者有人讲资商会 Competence Board 这个单位呢 他每一个月会公布出来美国一个非常重要 叫LEI 这个Economy Leading Leading Economic Index LEI这个指数 他其实有10个分项指数所构成出来的 美国的领先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领先指标啊 似乎告诉我们啊好像跟股市啊 现在目前的上涨呈现反向关系 因为他是一路下跌啊 最新这个LEI已经跌到了 这个103.9点 103.9点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黄色线画过来 他刚刚好是2006年雷曼风暴发生之前的一个峰值 那在这一波的下跌是美国LEI 史上最长的跌幅 这个跌的周期他总共跌了29 22个月 那现在也不遑多浪了已经跌了19个月的时间了 而且他跌到上一波的峰值 他告诉我们什么如果LEI再继续往下掉 哇那这个美国的经济非常有可能会是出问题的一个状况 这倒是值得大家警惕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股市乐观至于 宏观经济面上面似乎也是有一些 不可测的变数 就从这个LEI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这个指标会下降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这指标总共有10个分项指标 其中你可以看到这个ICM的新订单 继续下降 然后股市基本上因为他所调查出来的时间是在10月 大家都知道美股10月还是继续跌 所以10月的话股市是下跌的以及 信贷收紧的状况 这些都是造成LEI整体指数往下掉 那是信贷收紧跟金融收紧 事实上在联准会11月的FOMC 会议会后的这个 这个Report上面也有讲到这一句嘛对不对 所以联准会也开始concern这个问题了 信贷跟金融收紧 所以这已经是创下雷曼 这个风暴下跌以来 这个最 明显的一个连续19个月的下跌 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得注意的就是美国的经济 恐怕明年 还是有可能有衰退的可能性 这个大家不要 低估这样的状况 就像这个conference board同时预估出来 明年美国的GDP可能只有0.8%的增幅 全年就有0.8% 那全年0.8%意味着可能有一季到两季可能会是负成长 好那联准会 这个 在上一次 这个会议给出来的 美国的明年的经济预估是1.5% 所以呢基本上市场看法是比联准会更悲观一点 好那此外另外我们来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一波股市的上涨 最主要急之于就是联准会不会再升息了 甚至市场预期明年3月联准会就要降息了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 那一般比较中性保守的看法就认为明年年中到9月联准会也会降息 那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再加上soft landing 经济软着弱预期凸使了这一波股市上涨的一个基本动能 那问题就是说真的联准会不会再升了吗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也还要 这个打一个问号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礼拜也公布出来 这个美国上周 出去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已经下降到这个6月以来的相对的一个位置 就是 他是一个跌到20.9万人 先前一周是往上升但是呢本周公布出来他又往下掉 显示什么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仍然是非常强劲的一个状况很强韧 那当然有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因为现在目前sansgiving 所以在感恩节前 大家这个老板也不愿意辞退员工啦 多少就有一点这个人情味的味道了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季节因素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 这个初次申请失业金降到20.9万人创下6月以来最大降幅的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我们一般来看 这个数字 美国每个礼拜三会公布出来这个就业数字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申请失业金 就是他失业已经断时间了 他不是第一次申请失业就业金 他是持续在拿失业就业金的人数 那这个失业就业金的人数呢 我们看到他 最新的数字是184万人 较前 一个月呢 他其实是往下掉 他也往下掉 但掉不多 掉几万人而已 但问题就是说呢如果是经过未调整之后 未经过调整之后的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他其实是创四个月来最大的增幅 也就是说呢 过完了这个Sandsgiving Christmas这段时间之后呢 说不定美国的失业率会明显的往上升 或者说美国的就业上会有恶化的情况 当然这个如果恶化其实对联总会来讲应该是好事啦 因为就毕竟他的这个升息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对市场来讲可能坏消息是好消息 但是呢 如果你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当然你就会担心美国后面经济跟 就业市场的状况 好 那此外呢 就是民众对于通膨 对物价的一个预期是不是有下降呢 我们看到 这个 密大所公布出来的消息 指数啊 的确表现不好 你可以看到消息指数 消费信息指数持续在下滑 显示民众对消费没啥信心 而且是持续在减弱 主要原因是因为物价高 薪资 增幅有限嘛 当然对消费就没有信心嘛 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同时调查出来密大调查出来什么呢 民众短期跟长期的通膨预期 一年期跟五年期 通膨的预期 哇这两个数字啊 都明显大幅谈生了 各位可以看到 一年期的通膨预期到4.5 五年期的通膨预期到3.2 都超过原先市场预估值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就是说美国的通膨 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啦 在民众的心理层面上面是这样子啦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 因为心理层面东西很快可能会就变化 一旦你没工作了 一旦你看到你旁边的邻居也没工作了 一旦你看到大家都失业了 你想看都失业了没钱买东西了 物价还能高吗 所以呢也许 明年某个时间点上面 会看到这些数字出现一个往下掉的状况 不管怎么讲 现在目前的数据 我个人做一个小结论 就是美国现在目前 股市在涨 台股在涨 其实跟着美股涨 那美股的现在的节奏是什么呢 因为经过三个月大跌 8月9月10月 然后经过11 1月的第1周的这个继续探底之后呢 本来他的估值就已经修正了 所以一个估值修正之后的弹升行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我刚所讲的 job landing的一个预期 以及不升息的预期 如果说这些因素消失了 那股市的估值恐怕弹高了就要受到另外一波的考验 那当然这些 总经的数据啊 我们刚讲的种种的都可能会影响后面的整个情势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论 这个台股 后面的一个走势 以及呢整个宏观经济层面 所以我们分两个这个主角来跟大家谈 那宏观经济层面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 在外汇市场非常有名的交易师 陈友宗先来跟我们来谈宏观经济 包括美元台币日元 这个怎么影响到我们的股市汇市的一个状况 请友宗来告诉大家 友宗你好 大家好 好 那另外呢在台股的部分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股 台积电联发科 你会看到这些股票最近 表现得不错 台肩虽然温吞 但联发科股价已经上到950 联发科 这样子的一个大牛股 居然可以冲到 这个今年涨幅已经超过4成 也的确是一个 这个表现得相当不错 尤其是在景气股底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看到半导体 到底大家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请到的是分析师刘彦良 彦良你好 我好 朋友大家好 那一开始就先要请教友宗了 就我们刚刚谈到这么多 对不对 那这些到底怎么综合来判断 后面整个宏观经济可能的走向 以及呢就是说美元 到底下一波 从107.1度跌破104 台币也暴升 从32块半一度升破31块半 那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悄悄板的行情 你个人观察中期的方向会怎么走 对大家本来还在担心 说美元牛市会不会走掉 但我认为还不至于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今年美国景气是 超乎预期到很好 所以我们称为本来认为说今年 美国景气应该是软着陆 也就是说可能GDP年度增长的话 2%都保不到 就没想到可能公布出来的话会超乎预期的好 到目前为止的话大家预估应该年度 今年 美国的话GDP成长可能会到 2.5到2.7 有可能 因为第三季都快到5% 大家都跌破眼镜 所以美国今年不仅没有软着陆 根本没有着陆 所以万家烤肉一家乡 所以美元独抢 美元才会 曾经10月份的话 突破到107以上 不过最近回落了 那最近回落的话 似乎预告一个什么 美国升息升到顶部的话 那终究会sub了一些 产业 因为产业没办法付出那么高的利息 所以其实 美国的景气 已经悄悄然的露出 败相了 我带一个图表来 给大家看 所以就没有 表面上看到这么美好 没有好 我们说 美国受到高利率的一个影响的话 景气往下疲软 软着陆是 一定会遇到的 只是 不是不到 只是时候未到 那整个是postpone 已经递廉了 所以今年没来到 那你说明年会不会遇到 会 所以明年的话 MF预估 美国景气就会下滑了 可能会低 那个下滑到1.5 跟年准会看法是一样 对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美国为什么最近 开始 考虑不升息了 因为开始 景气已经疲软了 蓬蓬也明显 和缓了 因此来讲的话 未来 恐怕 那就不会再继续升息了 1.5还是 成长 他被没有衰退 对 那我们发现到 通膨虽然有下滑 下滑到A3附近 3.7到3.2 可是还是3.2 你GDP还有2点多 所以显然还是有恶性通膨 除非你 通膨要降低降到GDP以下 那你明年说GDP要当到2以下 甚至低于明年 经济成长率的话 1.5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机会不大 因为明年如果GDP是1.5 通膨率要掉到1.5的可能性不高 对 那当然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都说 那这样美金还是会相对 享有 所谓利率高档的优势 那也就是说明年的话 即便大家呼声说明年可能景气 疲软 有可能要降息 我大胆预测 未来一年的话 几乎费的应该看不到降息的 机会 除非是明年第四季才有可能 大家本来都预计说明年下半年就要降息 我觉得机会不太大 顶多最快最快 也顶多是明年第四季 那为什么 最主要就是通膨很难降下来 那现在市场认为3月6月 好胜货就是说9月降息 看法相对乐观了 对对对 那 当然我们说美国不可能马上就降息 但 他的一个经济疲软 已经是迫在眉梢了 为什么呢 我带这个图表大家来看 这是 澳洲最大的一个金融机构 麦格里 麦格里集团的话 他说美国的经济走疲已经五大代向 避漏了 为什么 第一的话 他说信用卡的违约率 居然最近 悄悄然第3季 已经飙高到 2% 里面最大的话就是车贷跟 学贷 那飙高到2%的话 大概没有概念 如果大家回想两年前的话 2021年Q1的话大概1%而已 所以他足足已经 跳上去一倍了 所以未来 看起来有可能违约还在往上 他现在的学贷利率20几% 对 叮入10年战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一下说今年景气太好的时候 10年战 10月份大概 抛售 一度10年战飙到5以上 有没有 突破 然后当最近马上掉下来又掉到4.5以下 那当最近掉到4.5以下又反映的是 美国景气 果然真的在有看到那 疲软的一个迹象 第二点的话大家留意 美国的一个储蓄率高档 这3年储蓄率飙升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 防疫嘛 连都没有 没有花 所以在防疫前 3年前的话 储蓄率曾经一度 占到了一个 可知被所得 居然高达7% 这个7%大概是美国 2、30年来很少看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准 美国在长期都在3到4之间 可是你最近发现到到 今年第3季的话 他的一个储蓄率 已经当到3.4了 回到正常数 这3年来 存到的钱 经过这一年来的花费 差不多了啦 到年底的话 我看口袋已经 已经光 快要光了 都开掉了 所以这个储蓄的一个红利 也慢慢在浩劫当中 第三点要留意 刚才阮拉哥有提到过 领先指标已经连续一直在下滑 那个消费者信心也疲弱不振 消费者信心居然出现 连续3个月的下滑 就经济学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消费者信心连续出现 3个月下滑的话 代表未来12个月 景气是呈现疲软的 所以美国景气要好 很难 刚才讲的 消费的红利已经被瘦掉了 第4个的话是说消费者 并不打算在 购物季的话 雪拼喔 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今年的一个 10月之后的话 你看11月的一个感恩节 销售旺季也没有 也没看到人潮 以前的话你看那个 大门都被挤破了没有 要赶快去 去抢购折扣的一个优惠 你看今年有没有这种农景 没有 所以今年的话是这几年来看到 难得看到这个购物季的话 折扣季的话 是相对 买期非常有疲弱 第5点更明显的是在能力方面 零售业的话 通常9月底10月初的话 要狂害很多人 为什么 10月马上的话 整个销售旺季要开始 小时工要进 今年的旺季 招募的话 到9月底10月初的话 只有13.5万人 这什么概念 13.5万年 是5年来最低水准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害人 为什么 因为忘记不忘 大家没有购物的一个需求 不需要这么多人 对 所以这个五大半项我们都要留意 美国警惕可能在疲软 那另外一个征兆 我带一个图表给大家看 大家最明显 美元 之所以未来说到底强跟弱 那跟谁有关系 跟美债殖利率有大关系 左边左上方的话这个图表 那个橘色的话就是10年债 10年债10月份最高 一度快要到5 对不对 最近掉到4.5以下 所以美金也从107 也跌到104以下 那不过 美元的话 我带这个图表也要看 如果他下来整理的话 我说因为通膨还 在距离高位 通膨要完全盪到2以下的机会 我觉得未来一年 不容易看到 也就是说美元如果下跌的话 他有撑 为什么 因为他利率还是相对高档 那跟 世界其他 主要央行来讲 他还有利差优势啊 那随便定存都是5.5% 6%以上的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钱还是会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美金最近下滑的话 我觉得下档 102 103美元指数 是有撑 那明年的话 因为他不会降息 现在大家 纷纷揣着他可能会降息啊 但我认为明年他不会降息 至少明年第3季以前都不会 那不会降息的话 美金又会翻墙 为什么 利差优势 所以你看啊 我们看到这个 右上方的话 这我带图表这个 柱状图的话 是对于美元期货的 多单跟空单的 进口数 那他现在来是什么 净多单 从7 8月以后的话 他已经 从9月最明显 逆转为 净多单了 那这个净多单 还在增加当中 虽然最近美金 有点 有点 稀微乏漏 可是 进口单还在增加 代表怎样 大家还纷纷是布局在 美元身上 这也是我认为说 美元会呈现 明年还是高档震荡 当然你说 马上美元 占到110以上的机会也不大 不过你说他跌到102以下的机会 机会也不大 所以明年大概就在 102 到110块 附近做一个高档的震荡 那我们说我们最近台币也看到 超级的强 一下子7天的话涨得 将近1块钱 难得看到这么大的龙井 那这个跟 11月中旬 APEC会议有很大关系 因为美中 期盼1991年以来的一个 一个元首见面 终于见面了 所以美中关系开始 龙兵了 开始对话了 中间最重要是 军事对话 避免擦枪走火 所以这个已经透露出什么 APEC会议也透露出 两岸 两岸之间的一个什么 台海危机 暂时化解 所以这个和平的红利 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台币很好玩 台币千不怕万不怕 最怕政治因素 政治氛围好的时候 他马上就转强 政治氛围紧张的时候 钱都跑光光 台币都一直扁 所以显然来讲话说 台币最近呼应的是什么 就是 政治的红利 和平的红利 所以股会起涨 那股市也 占到万七以上 那你说未来的话 还会不会继续涨 关键的话 站在外资的动作 我们看右上方戴这个图表 外资的话从7月以来 一路都是卖超 10月的话卖超 9月卖了 超过1600 10月超过1400 结果11月马上回补超过2000亿 从卖超变成买超 所以把10月份卖掉全部补回来 可是7、8、9 三个月还在卖超 所以显然来讲 除非你7、8、9 所有的卖超又补回来 那这样台股跟台币 才有续涨空间 未来 还是充满变数 为什么 其实 我刚才讲的 变数都在政治议题上 为什么 因为马上12月、1月 台湾面临的是什么 总统大选 OK 那中国的话已经寄出所谓的 对台湾的 贸易调查的一个 清单 然后 那带来是什么 总统大选前一天 1月12号 所以1月12号以前 都还有变数 所以短期的话是政治红利 和平红利展现 可是你到1月12号以前 两岸会不会又紧张 没有人说得准 如果一紧张的话 台水台币又会贬到32块以上 所以台币千变万变 来不及政治的变 所以政治变化是 优优官台币 未来能不能继续 走强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中做了一个全盘的分析 把最近这个国际宏观情势 包括地缘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数据 以及 这个会加的走势 全部带进去了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了一个全盘的 这个 这个 方向的一个推演 那我觉得是很客观 那其实也蛮符合我的想法 基本上我也是觉得 美国经济明年 即使不衰退 你说要大好也不可能 那全世界的状况其实还有战争 还有这个 各种 不可测的变数 所以呢我们对明年的投资呢 应该也是要这个 相对在乐观 省盛乐观 然后就是 省盛要放在前面 那乐观放在后面 不是乐观省盛 省盛乐观来看待 毕竟 我觉得股市是这样子 涨多了必然会回档 跌升了就会有机会往上 所以我们应该是 基本上还是要反市场操作 会比较 真正中长期的赢家 那另外我们再看到就是说联准会其实也是 同样的态度 刚有东西也讲了嘛 联准会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 利率来到5%以上 其实来到深水区了 基本上他已经达到他的限制性目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你再继续拉高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把经济甚至金融风暴给 这个吹出来 这样的一个危险 但是呢如果你在这边过度快速放松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通风死灰不来 所以联准会现在这个地方也很为难 所以他警告双向风险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刚有中所讲的 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 台币就顺势了这个回贬 这个其实跟 联准会的态度也有关系 跟外资的动作有关 不过呢这一波台币确实是很强 我觉得跟台湾整个这个景气 半导体 因为半导体其实台湾最重要的产业 跟半导体的这个库存去化到一段落 看起来 渐渐整个产业面上要露出曙光是有关系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法说会已经讲了 PC手机啊 他们这些产业已经见到 早期库存改善的迹象了 连发科你可以看到 他在法说会里面 也告诉大家他的这个库存 来到90天已经降到了这个 所谓健康的水准 而且呢 10月的 营收连发科跟台线都缴出非常好的成绩单 显示说呢 可能我们后面看到了整个半导体库存去化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 就到了一个谷底然后开始 整个景气从 第四季到明年要开始翻扬向上 所以我这边就要请教这个 雁良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半导体的投资啊 在我们 关注的族群上面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样的节奏呢 好的那其实在上个月底的 不管台积电啊 连发科法说会都是对于整个产业给予一个比较正向的看法 那事实上包括很多外资圈也都给予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评价 那消息店的产品像是PC啊 或是像是 手机这些 其实他们相关公司的去看他 估计这几季财报的库存数字 库存金额都不断在下滑 他下滑数没有很快 但是是的确在区化当中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认为 在整个经过这些 时间调整之后 其实在希克相对的来讲 接近到TOPO块结束了 那我觉得他就像是刚刚从加湖病房要转回到普通病房 代理说明年有没有机会马上出院追港跑跳碰 我觉得机率不大啦 但是出院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间公司来讲他们 其实很多公司的累积营收 都已经慢慢的 转成一个证数 就之前 从上半年第1季第2季的一个衰退 到第3季有的已经慢慢转成证数了 那明年来讲的话普遍来说 整体的一个他们的业绩数字会优于今年 那只不过你会发现 市场上也对于这种 库存去化业绩回温的一个情况 给股价先正面激励 包括台股也涨上来了嘛 台股这么强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公司的股价都跟得上来 所以是你说现在找相对 低档的半导体公司真的也没有到这么多 像台积电已经快接近今年的一个高点了 研发客人已经冲到900多块 外置喊到1200了 那不过我觉得还是要从里面找寻一些有机会在明年 做爆发的公司 我觉得明年很关键一点事情还是看台积电 毕竟台积电是 台湾的护果神山嘛 也是全世界 算是最重要的 技术最领先的晶圆代工厂商 那么 他其实现在这几年就积极在推动一个叫做CoVos先进封装的部分 那其实他这个部分是开放给7nm以下 这种比较先进的晶片 那这个需求其实很高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AI晶片的部分 目前市场说 辉达明年至少跟他下单8万片以上 但是有可能会冲高到15万片 那台积电影目前的月产能讲是 足足不够了 所以他也计划做一个快速的一个扩产动作 那么预计大概从 明年初到明年中到明年底 都会 把产能复充的扩充 甚至来到今年这个两倍以上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他的相关工业来做一个准备 那么在他相关公司里面当然要去找寻一些 低位阶的或是一些比较低价的 那其实在他整个一个CoVos供应链里面 就是最有受惠的可能是 这一档 就是万论 那其实万论本身来讲是他的台积电的点焦 点焦机跟所谓的自动光学检测的一个供应商 那么包括他除了原有产品之外 新产品的一个 石墨薄膜机 就是再散热的这一块 改用石墨的部分 也同样打入了CoVos供应链 那不过各位看到那还原全息之后其实他的股价 财报还没有明显的出来 那事实上预期性买盘先进去之后 其实股价就非常接近还原全息之后接近快历史高点 这个是月线是不是 对还原的一个月可以线土 所以其实他股价就已经领先反应未来可能 在CoVos订单的利多 股价已经慢慢的已经逼近了快历史高点的部分 那当然他股价其实也是一百多块钱 也不算是亲民的 位阶升队也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间 就是从低价跟所谓低位阶的公司来做寻找 那相信同志朋友对这种股票也会比较有兴趣 大家都不想要买在偏高的位置 可能感觉上风险比较大 那这间公司是8027的一个泰森 那泰森本身是生产雷射跟电疆设备 那他的雷射转孔机也已经打入了台积电 CoVos供应链 而且其实他的大客户不只是台积电 包括像苹果 甚至是美国的这个Intel 另外一家晶圆代工大厂 也都是他的客户 所以他的业绩是有些向上 那当然你去看到财报 有些公司已经 所有已经脱离谷底 开始慢慢的成长了 但是这间公司 其实他财报还是蛮丑 也其实前十个月营收 年减将近快六成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上来他还在下面 营收年减六成 这个可能是想严重衰退 对啊人家都已经上来快到历史高点 这已经创新高了 为什么他还在下面 就因为营收还没上来 可是今年不好 重点是明年后年 有机会随着这个台积电CoVos订单出货 包括苹果 或者是Intel相关的产品出货 他的业绩明年会比今年提升 甚至后年他预期会更好 所以趁现在 他的影域还没完全脱离谷底 财报的还没反映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股价还有在相对低的位置 大家可以多多的留意 OK好 那这个是晏良告诉大家的整个 警戏方向 跟半导体的部分 接着我要问一下友中 这个巴菲特最近动作很大 说今年还要第二次发债 1220亿日元 那个巴菲特在日本发债 拿日本人的钱去买日本的股票 聪明 聪明 日本人的这个钱 可能讲说借来几乎不用利息了 利率很低 大概低到1%左右 那我去买这些五大商社 这些配发股息 至少也有4%5%的股息殖利率 中间套利4% 而且没有汇加风险 所以巴菲特 算得很轻 是 我们去做日本投资的话 我们就担心可能说日元持续贬值 轻蚀掉我们的 报酬率 对不对 最近日元也一度贬到152 对 在最惨的时候 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日元贬到152 那你会发现 他最近也升回了到 大概148的位阶 好像跟这个亚币有一个联动的关系 但是感觉他还是比较 感觉起来比较疲弱 另外你可以看到 Pinko说 我们现在可以买日元 因为要押注日 日盈要降 这个结束宽松 真的有可能吗 我觉得日盈真的有可能结束宽松吗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打了一个大问号 我不晓得你的看法 对 目前看起来的话 要马上让日盈 日本央行可以 放弃所谓的负利率 朝向有可能 鹰派的话 我觉得是原目求远 原目求远 目前看起来比较懒 为什么 永远的鸽派 就是日本 为什么他还是持续的鸽派 最主要我们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债务 总体的债务 占他GDP是2.5倍 所以他每升 升息个0.5 升息个1% 不得了了 升息个1% 把他整年的国防预算全部吃光光 所以因此来讲 日本为什么要债留子孙 他光还利息都很难 所以他一定要偏向相对鸽派 不愿意让利率上来 所以他才会说 只要10年债的话 超过将近1他就拼命买了 之前这样承诺1 0.7他都偷偷在买 代表怎样 他不愿意看到利率大幅养生 所以他一直要压低利率 最主要就是债务 利息很难还 更何况要还本金 那我带这个图表给大家看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苹果他在赌桌 日元可能要升息 但我也认为啦 早晚他也应该要升 升一点偏向阴派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通膨也很严重 你看CPI占到3以上 如果扣掉生鲜食品跟 那个人员的话 高达4 目标区2% 1倍 所以 你说日本以前通缩 10几年来都通缩 他现在有没有面临通膨 有啊 他也面临到通膨 可是 如果你日元秩序扁的话 那会侵蚀到 出入军通膨会让他更严重 所以 会使得 你看岸田首先为什么最近民调低于3成 为什么 就是因为通膨高涨 民怨高涨 所以通膨如果没有顺势压抑下来 即便你像日本的话今年都有在调薪 调薪都已经被通膨给撕掉了 那这样他应该不敢解散国会 提前改选 对本来 一度说 9月10月 囊囊的时候要解散 现在不敢 不敢 压身不敢提 为什么 民调派提 如果要解散重新改选 哇 他的歧视搞不好 这样更多 岸田派大派 对本来第4大派系搞不好调到第5第6大派系去了 那最大派系还是安倍派 安倍派是第1大派系 参众议院94席 所以多少要尊重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原因就是 让日元贬值 创造出口增加经济 所以他还是不敢违背这个政策 对 那我们说 日元未来走势到底怎么看 重点是要看的 日本央行到底哪时候脱离领域率 这个最主要的关键 看起来是不容易 如果他持续还是不愿意脱离的话 我在这个图表右上方大家也可以看 红色粉红色这个图表的话是 美元 美国跟日本 两年级债券的Spray 两年级债券高达 将近5% 所以你是聪明的投资人 你是愿意存美金还是存日元 我当然是存美金啊 所以日本为什么渡边太太一堆人全部都在做KLT 做利差交易 我就是借很便宜的日元 甚至我不存日元 更是融资日元 所以日元为什么是全球最大的融资货币 融资日元然后到海外去套利啊 就是套美金啊 所以这种 套利的 风 只要不止的话 那当然 美元对日元就持续往上涨 也就是日元持续是扁 所以你没有发现到 最近虽然日元 本来一度要快到152 回到148 好像稍微有回升一点 可是你这样看起来幅度好像不小 可是你 只需去盯算11月以来 美金 疲软了 涨多拉回了 非美货币包含亚洲货币的话 扁多回升了 可是如果你去看日元 相对其他亚洲货币 他是 是净赔莫作 升幅还不比较大 台币都还升得比他还多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日元未来的关键 还是在于 日本央行的心态 那以目前看起来技术面 的一个做法 虽然稍微有拉回来 可是 底部越增越高 那目前来讲 即便你拉回来 你说日元短期要升破145 对美金的话 机会不大 那明年你要留意 一眨眼搞不好又150以上 甚至到155了 主要来讲 我们都认为说他要脱离这个领域 气味不大 那我们说巴菲的真聪明 他很聪明啊 如果他是 从今年第2季以来都一路在买日股啊 如果他是搬钱 把美金 搞不好钱不够还要借美金 对不对 把借美金拿到 日本去 去投资 那我投资赚到日股啊 日元从 从140扁到150 那我全部赔光光赔一层 那我股票还没有赚到一层 结果 汇价就赔一层了 所以 他为了避免说 赚了股市 赔了汇市 所以他很聪明啊 到日本当地自己发债 不会影响汇价 对不对 所以自己 借日本的 的 钱啊 日本利息又最低啊 所以当然 借美金我当然是选择借日元啊 借日元又投资在日股 所以他是 很聪明的 避开所谓的贵利风险 那同时赚这个套利的价差 还可以再赚股票价格的上涨 是 所以这个巴菲特不愧就是股神 不过他有这样的条件 可能一般人是完全没有 刚有时候在讲 然后他就 浮现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末代五世 感觉起来这个日盈 这个很悲壮 有点那个末代五世的味道 对不对 应该大家看过那部电影 好 那 最后我们就来请教雁良 台股现在目前 看起来机会蛮大 这个 创今年新高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我自己个人觉得 但是呢 真正关键是不是能创去年1月 18 619的这个高点 18619的历史高点 就上到万八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说在技术面上面 最近加权指数大盘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月线跟季线出现了黄金交叉 那这个黄金交叉上一次是在5月23号 当时指数位置在16188点 那结果就一路涨到7月31号 还记得那一波就涨AI 涨得非常凶 涨到了17463点 今年的最高指数了 所以这个黄金交叉是蛮有用的 看起来在技术层面上面支持了台股创新高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地方请教艳良就是 最后你来看大盘你的看法如何 好的 那么大盘其实上次月线线黄金交叉是发生在5月份 大概半年前 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数据值得兴奋 因为通常 线线黄金交叉涨势啊 至少都是三个月起跳 三个月 所以当时5月份的标到8月份 从16188直接涨到17463 涨了1275点 那也许 用点数大家没有概念 换了百分比 涨了8%左右 这波也差不多8% 你假设 假设你是从最低点开始算的话 11月以来大概差不多8% 可是假设你从黄金交叉点开始算 那就不一样 因为假设黄金交叉点来算的话 其实这一次 11月20号黄金交叉之后 它是收1721 所以说18 数字相解释下 大概800点左右 800点其实没有很多 因为现在指数不是位置比较大 换言之只要涨4.6% 就已经来到18了 上次是涨8% 这次只要再涨4.6% 你是说从黄金交叉 对 从黄金交叉起算之后 因为上次黄金交叉之后涨了8%左右 那这次黄金交叉 结束只要涨4.6% 看起来其实 简单很多啦 其实我觉得 以目前整个国际的情势 市场范围来看 你说万八 要不要到 我觉得是 达成区相当之高 那另外投资朋友 真正关心的 应该不是说万八来不来 而是行情可以走多久 那假设万八只是 快速过去 唐花一线 金头反转 那大家都不想要 大家想要的是 能不能在万八 附近 做强势整理 甚至是突破万八 占我万八 这也是对大家最有帮助的 那么但是呢 你要走像这样的路之前呢 首先别忘了7月份 套号区 我这边圈起来两个资料 是7月份有两次 他成交量是将近快5000亿 都4900多亿 那 当时是一次是 17401一次是17463 换言之在 17400顶以上 他套楼量 极高 那为什么台湖这一波 很接近 之前高点之后 这几天好像感觉上开始 有点压抑起来 就是因为当时的解套卖压 这地方逐渐的 需要做个化解掉 所以必须要先把这边的解套卖压 化解掉之后才有机会去往上 挑上万八 先过这个今年新高再说 对 那么其实这一波来讲 台股的强升 那是跟 新台币 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这是新台币 他不是一档股票 不是一档股票连续崩跌 他是台新台币连续强升 那当然在市场上预期 你怎么会可能那一码升不下去之后 美元一转落 热钱全部跑回来了 一口气短短的几个交易日之内 六个交易日大概是高低差 落差一块钱 这非常可怕的一个 升值的 强劲幅度 那可是我个人从金数面积的方面解读是 我认为觉得新台币接下来要在强升 多升值的空间其实没有这么大 这个跟有中看法也是一样 那我们 一个可能比较偏向技术分析 哪个比较偏向就是真的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对 那最明显的是他这地方 7月底有一个多方缺口 是31.244到31.28 那其实 算起来位置真的蛮接近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我当然 认为说 你说 最近的这个低点会不会是这波低点 不一定但是再下去的空间真的有限 那新台币假设没有办法 再 强升的话当然大家对于 外资会不会继续买有疑虑吗 但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因为 外资 外资他买超他不一定新台币强升来买 新台币强升当然是买超力道很强 但是 假设新台币维持一个 低档在那边盘旋 的话那外资也可以继续的买 这边也是从大买变成小买 台币不要一直扁就好 对其实新台币过去只要维持区间整理 外资还是会买 只是会从大买变成小买 那这也不是坏事 因为 假设 小买的话 他可以让行情走得比较 比较稳健 血率不会这么抖 技术面比较不会过热 这样来讲可以走得比较长远一点点 那就未来来讲 台股要能够过万八再有万八 还是看外资脸色 因为毕竟 我们台湾的股票 全资股部分 外资手有一大堆 台积电影就多少了 那如果外资 没有好脸色 那只靠内支撑通常台股挺多维持区间 所以一定要供万八 是站稳万八以上 一定要看外资脸色 那外资过去在七八九十这四个月 基本上是不要命的卖超台股 把台股跨摩 踩在地上摩擦 要不是跟着靠内支在苦撑 台股踩就疯了 踩在地上扁就对了 7八九十这个月 累计卖超5200亿 这多么夸张的事情 包括上柜部分也卖超将近700亿 但是 没有免天过年的 他卖一卖之后发现 不对 卖过头了 该来买台股了 所以在这个月份 这个气象换来一新 狂买台股 从11月1号截至到22号 外资累积上市部分已经买超过 大概2000亿左右 上柜部分买超过250亿 你就算百分比 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把前四个月卖 卖超部分买了四层回来 还有六层还没 对啊 比如说后面有六层 假设外资继续买 不管是大买或是连续性的 小买小买 维持价买超特 只要把前面的卖全部买 我认为 不要说万八啦 要过算历史新高 我认为都应该很有机会 好 这个燕良从台币 包括从筹码面 外资的买卖超 以及呢 从技术面帮大家做了一个很 全面的分析 基本上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还蛮真的重要的 过今年的新高不是问题 过万八也许不是梦 重点是 在这段时间你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你不要到万八 开始有个尖头反转又靠在高点 那这个万八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 关键还是在于说大家怎么样掌握行情 而知道说呢 攻守节奏 有进有出 股票想实在你不卖 钱没落袋 讲实在也是白赚 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此了 我们时间已经over了 今天两位 都是唱所议员 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该知道的一些很重要的 投资策略跟方向 今天非常谢谢友中也谢谢燕良 那也更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呢 六日早上的准点播出 各位是一定要锁定的 每天早上 六日早上的这个 九点钟准点播出 你要锁定之外 请各位把我们的财经贸 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还有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当充全攻略 与存股跃跃配战 大家好 我是百亿操盘手 陈荣华 本次我与 轻松投资学院合作 开设了台股投资的 全系列操盘课程 课程名称叫 百亿操盘手 股市独门 三堂涛金课 全系列课程 分为 初中高 三种阶段 总共带来 八大投资主题 三阶段的 课程设计 要让完全 不懂 投资的 小白 到试懂 非懂的 投资大众 甚至 熟悉投资的 专业操盘人 每个人都能够 选择 适合自己 程度的 课程 来学习 而且 最棒的是 每一个 阶段 课程内容中 都会 教同学们 几招 可以直接 实战的 操作 莫力方法 让你学习 不花冤枉钱 学得到 也赚得到 首先 初阶 淘金课程的设计 针对 小资族 投资 小白 老师将 带你 破除市面上的 投资迷思 并且 快速的建立 正确的 投资观念 教你如何善用 市场上的 投资工具 找出 高胜率的 获利攻略 让小资族 不用借钱 也能 运用投资工具 从 高价股 赚到钱 接着中阶 淘金课的同学 将进阶 学习到 跳脱 散户思维的 各种投资 攻略 与对 盘式 趋势的 判读方法 并教你 专业 超盘人 使用的 筹码追踪方式 与个股 合理股价 算法 还有你 绝对不能错过的 当充全攻略 与存股 跃跃配战法 学习到 本阶段的你 投资程度 就已经超越 市场 70%的投资人 最终高阶掏金课程 将是你成为 操盘手的 必胜 最后一里路 市场上的老师 都在教你 如何获利 我却要教你 如何停损 让你的 投资 知识更全面 同时 交易策略 也将 更完善 最后运用 葛兰币八大法则 加上 Davis Box交易模型 套上 神奇凯利 构式 与各指标 创造出一套 超高胜率的交易系统 打造你 专属投资 舒适圈 并成为市场上 少数的 赢家操盘手 想学台股投资 想要获利 我 陈荣华 在台股 投资路上 累积了超过 30多年的 经验与 实作 将 毕生的超盘精华 全收入在此次 百亿超盘手的 股市独门 三堂 抛金课 欢迎你来 轻松投资学院 与我 一起共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股市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